所有門市全開 表示說他有去了解 整個大陸目前的疫情 不然他不敢隨便開 大陸的蘋果門市全開是在3月19號 那時候就全開了 已經一個多禮拜了 他開放大中華區 尤其大陸全面營業的同時 馬上宣布除了大中華區之外 歐美所有的蘋果的直營店全部都修兩個禮拜到3月底 那如果說大陸隱瞞了很多的話 那蘋果不會去調查他直營店怎麼會開 他大陸的直營店是全面開的 那表示你蘋果又是笨子 所以我們有時候網路的聽聽就好 以真正的消息為主 我寧可相信蘋果的說法 他是那麼大的企業 那蘋果敢在大陸全面開放表示 大陸的疫情已經控制到一個底部 那至於沒有爆發的可能還不知道 可能有第二波 但是至少目前是控制的 是這樣子 他可能有一些沒爆發 不會有第二波高峰 也說有電 但是至少他目前是控制住的 是這樣 所以我們寧可看現在蘋果的事實 這個就是有時候網路太多啦 我們寧可看真的事實 好 這一支就先這樣子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這一支 兼職工作 那工作的話我們基本上的話 看財官 官就是我們要找的工作嘛 事業 工作人員 那財是能讓我們賺錢 孫財官 掛上沒有官 有沒有 那你是擠害你的章的 掛上害空 所以在害你不會有 那你的證實他現在還沒有 害空 那已經證實了 你在害你有找到 你是你的掛碼 你在害你堅持找到了嗎 沒有 你不要印證一下 他有在問而已 有在問 但是還沒有 那因為害空 所以在害年 害年是不會有消息的 那現在已經止了 所以真的害年是沒有的 這是確定害空 所以官櫃通 那官櫃還有一個子 子也是官櫃嘛 對不對 水也是官櫃 但是掛上有沒有子 沒有 所以沒那麼容易 就這麼簡單 這支掛就這樣子 因為掛上害空 再害人兼職困難 那接下來另外一個官櫃就是子 我們要找一下 掛上有沒有子 那表是怎樣 目前是不會有的 害空又浮場 所以在害年不會有 掛上又沒有子官嘛 沒有 表示目前不用想 但是有個現象就是說 萬一什麼時候找到工作 有堅持的工作的話 會讓你賺不到錢 為什麼 才有在日可以有錢賺 對不對 是這樣子看的 只是說目前是不會有的 那要找以什麼時間找比較有機會 如果拖到月那就很難哭死了啦 靠戲啦 拖到月的話至少要生有月啦 未來生啦 對不對 未來生 但是如果說不是生有月就是拖到害子月 那你真的要靠戲啦 要看字 生有日跟害子日 尤其是害子日最有機會 所以你如果說要找兼職工作 或者是心裡有頂的 什麼時候最有機會 就是害子日趕快去已經有頂的 或者認為有希望的趕快去爭取 害子日 接下來生有日 就這麼簡單 你不要等到月來 等到農曆七月 現在才農曆二月 那都等完蛋了 所以要等就找日 所以我們在講掛上的印記就是日為主 你等到七月 你等要找啊 還有六個月 還有五個月啦 保月要過去了 對不對 生月嘛 那四月四孩衝不是有一半的力量嗎 四孩衝只是把 我跟你講四孩衝衝這個沒有 你要衝這個啊 飲月啊 飲月衝出來 為什麼飲月沒有 現在已經保月了 因為衝出來它還是空 對不對 還是沒有 所以你在飲月的時候把它衝出來 得害日有機會 但是你有沒有找過沒有 連上有關的話這樣也算服償 連上有關沒有用嗎 連有沒有氣 沒氣啊 連上有關但是事實上它還是服償就是服償 對不對 那連上有關只能說在害人有機會找到而已 這樣不聽懂嗎 不代表一定找到 那連上有關它可以不論服償是沒錯 但是當沒有服償它還是空王啊 也是沒有啊 還是找不到 這樣聽懂嗎 對不對 所以說好 害年沒有的確實在害官用服償 就是這樣 那在子年的時候有機會就是子年的隱月 你把身衝開 把飛繩衝開 服償就出來 但是服償一出來它還是空王 所以隱月的什麼時候 害日天使的時候 就有機會 但是因為隱月的害日只有幾天 所以彈簧一現 隱月的害日搞不好只有兩個害日而已 所以還是沒有 隱月過去的毛月都不用講 所以你要到什麼時候 至少到深月的時候雖然害沒有出空 但是深月的時候採望可以升官 至少還有直官嘛 直嘛 所以深月的就有機會 比較有機會 那真正最有機會還是要等到害一月 如果有一月論的話 第一個 害一月的時候它空王就整得出來 只要逢日來的時候就有機會 子月都不用講 整個月論都是四葉月 根本不管到除露除空 念子本來就沒有空王 所以害子也就有機會 但你本來當個害子也跑上去去 深有月也不用講的 所以我們用論智的 你要嘛就是 深有日 害子日 當然是害子日最好 就這樣 論智 所以記憶寡 論兼災 現在就不用想 那看字看也沒有機會 如果不看字的話 那當然不能勾給 這一次很好論 就不用看什麼四葉一彎節 就看我們要的用神 用神不再掛上 複雜又空王 就算他在臉不論辭 他還是空 對不對 還是沒用 另外一個王 紫堯 紫堯 這裡面有紫堯 所以你另外一個王也不見 所以裡面的 不淡 但是如果讓你有找到 絕對賺不到錢 因為財來生 所以這股劍在的實習引擎 這樣子 所以這一次怪就是可以讓你得到兩個答案 那第一個 你如果找到錢在十一月之內 一彎就擠 這才是重點 對不對 第二個 沒辦法去找給我 這樣最好是重點 我要的答案就這樣子而已 沒辦法去找 什麼時候也跟你講 但是如果找到一點點錢 你要採 採字 就這樣子 所以答案便宜 客戶要的就是這個答案而已 不必論得太多 批評就是這樣 那現在不用了 沒有 我想到尾 想到尾就練你了 那有些人會問說 引日 引日來沖開的害死 給他不再十幾碗了 那是在害死嗎 所以我們寧可就生有日害死 尤其害死是更好 就是官尾日 就有機會 那兩天兩次會 你哪有頂一兩天 你有頂的大概哪一家還是大五 那兩天去尋問 我可以問你嗎 這樣子 好 這兩次掛 有沒有問題 看得出尖什麼財會更好 尖什麼財啊 跟財有關的財之類 都是在紙財啊 對不對 跟財的金的錢 金的 那子孫的也可以 土的也可以 那土跟金的行業很多 八次的武器拿給一大堆 那你不能監裁用這種的見論 因為我監裁是要做什麼 不是做新車 那是要探紙的 所以當然以財為利用線 跟金有關的金融 電子電機 電腦 珠寶 補金 汽車 跟金主有關的都可以 然後跟土有關的建築 建築屏幕那些都可以 這些都可以 可是請教一下 像剛剛老師講說 他說專工作是要看財 那為什麼是 那看官啊 因為你要找工作 工作的事業就是入關 那為什麼要看財 因為財來升官 所以它兩個用成都要看 對啊 如果你看官而拆咬死絕 那個看過也要看 你找工作是看官 但是財一定要看 因為你找工作是要做什麼樣的看集 我們去做新車 所以財要也很重要 就好像我們考試一樣 官跟負責都要看的意思 但是哪一個違重 就這樣子 因為找工作的官鬼是用的 所以官鬼不能死絕空亡 武器或浮繩 這樣聽懂嗎 你這樣就不要去看 要找工作 至於說要不要兼差 就要再看財咬 如果財咬又沒氣死絕 你就要去找兼差 就不用了 就讓你找到也是 等到這浮草的官鬼全部出來 你找到也有錢 這樣聽嗎 所以為什麼官鬼跟財咬都要看 就是這個意思 那他為什麼說他還可以繼續找 所以說現在沒有 他就等他可以找 就是因為他財咬 他標是槌咬的看伍 採回來生關 這樣聽嗎 如果連財咬死絕 就標是說你現在找不到 就算他讓你找到了 印起到也讓你找到了 槌咬也不會採咬 財咬死絕 這樣不是聽錯了 好 還有沒有問題 那那個孫 就是那個帝 吳咬 他是洞咬 但是他是孫 那這樣的話孫母是會先去客館嗎 那就是因為浮草也就不咬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他出來的時候不是到洞咬 洞咬就在那邊 那這樣不是 對啊 財有通關 他動關就是財 他有通關 重點是財也入洞 有沒有 他孫洞 財洞我一定會怎樣生關 他這變了入洞 他出來的時候他本來要課他 財也入洞叫貪生過 課了他生他 他生他 我不是說這輩子沒辦法漏了就是這樣 然後吹不掉就很急 不知道如果要讓他找風味從哪邊去找 方位的話就是要這個方位呢 北方 北方跟西北方 就是事業的動作的位置 對 好 這個挖這一支還算簡單 現在很難 所以你看擠洞咬洞 洞又浮草後面來 擠洞咬洞就不行 真的嗎 你把洞子給他 你把你做音證 這樣子 好 那我們先繼續來上課吧 我們看事實業 事實業 正好講到跟這個剛剛這支掛有關 論疾病的話 論疾病的話 印療 印療代表醫生 醫院 還有醫藥的環境 問病的原因 那主要還是醫生醫院跟醫藥環境 那你剛剛用這支掛的話就是 他施療會科印療 表示他如果有患病的話 目前的醫院是幫忙不了他的 醫院一樣幫忙不了他 而這個環境帶兄弟表示說 愛台北休息 因為他是在醫院是旺下的 如果兄弟修修使得的話 還好 還能開不見 但是兄弟是旺下的 所以說以後要醫治他這個病的話 他會花不少錢 是這樣子看的 好 那正好這支掛這盤府的講義 那印刻寺 行寺 空王 入木 助患醫生 對不對 印刻寺 空王 入木 助患醫生 好 我們看一下39頁來講到施刻印 39頁來講到施刻印 好 施刻印也是一樣 從這裡是沒有 施刻印就是 施刻印表示這個醫院醫藥 醫生他排斥 一樣的套館 所以也是要換 所以問醫藥 問疾病 問身體 問身體 問疾病 問醫藥 只要施刻印或印刻是醫院都要換 都一樣 都是醫藥跟他不合 所以馬上要換 施刻印是死如一如嗨 施刻印是 我本身就排斥那個醫院 排斥那個醫藥 這樣子 所以也是要看 那如果印空王 空王表示怎樣 那個醫生是空包蛋 空的 醫生能力不足 印空王 印入木 表示沒有好醫生 妄想入木醫生一塑膠 但力不從書 反正印療 記得問身體 問疾病 問開刀 問醫藥 印方不能空王或是入木 印只要空王入木就是換掉 就是換掉的事情 那個醫院或那個醫生幫不了你 不管是空王或入木都一樣 幫不了你 印持子孫修求 藥無效 對不對 子孫代表醫藥 修求叫做醫藥無效 印持婦 婦母會喝什麼 子孫 所以印持婦做怎樣 要換醫生 因為以我才不怕 對不對 以我才不怕 印持婦 印持婦 印方值祭神 越醫越嚴重 關鬼是祭神 趕快換醫生 因為根本都醫不好 印方怎麼會值祭神 這樣講 人家都醫越嚴重 陽刃再掛上何處有病 陽刃的話代表 印增也代表動刀 所以陽刃如果再掛上那個地方 就比較容易有病 你看這個陽刃正好掛上是沒有 所以陽刃是為了再掛上沒有 那陽刃就有論 所以陽刃有些掛我們不見得會論 像這種掛我們論 陽刃就不見得有意義 但是問疾病 陽刃一看 陽刃有沒有再掛上要注意 陽刃如果有再掛上表示 那個地方就有疾病 看他詞哪一種不行 就是什麼疲的疾病 然後陽刃再掛上又有動 表示幾乎要開刀了 準備要開刀 刃 刃都動了 準備要開刀 關鬼代表病症 對不對 如果問疾病的話代表病症 壓力 病的輕重 他不代表一定就是鬼神 因為問疾病也不代表一定是破財 主要是問疾病的話 問身體關鬼代表疾病或病的輕重或壓力 或者是災疾病或者是災疾 陰病的災疾 或病的部位 看在帶什麼武器 病的部位 好 關鬼望向代表病重 關鬼望向代表病重 關鬼動代表有災害 關鬼動因為已經有動了 有災 對不對 那關鬼動代表病症已經動了 必定有災 所以掛上了關鬼最好是記 不要讓它動 關鬼磁是病殘生 對不對 他不想吃藥是無所謂 重點是藥吃不好並殘生 後面讓兩句比較重要 關鬼磁事是怎樣 藥根本都吃不好 並殘生 所以有人說如果那個住在那個 皇帝比較深的學校 下一層是那個堂或是寺庫的放課廳 神明好像太好 不好啊 雖然說不然可能 神明被你壓在下面抖位 那祖先被你壓在下面抖位 所以說一般我們透天住的 透天住的有可能神明跟祖先會放在一起 那樓上的那一間 神明跟祖先樓上的那一間 就不要是睡的房間 不要睡的房間 就當成一般的倉庫書房空閒空閒的房間